张华县花坛乡文德宫的土地宫庙 头戴乌纱冠帽十分的罕见 所以说很特别 全台湾只有这一家 相传起源有为 花坛出生的清代近世曾维珍 在皇帝清典汉林时 随身携带的福德正神火显化 而被道光皇帝赤丰与汉林同格 为地方增添传奇色彩 曾维珍出生在彰化烟雾上堡 金花坛乡 白沙坑庄 嘉庆二十三年 1818年中举 道光六年殿氏二甲地六十八名近世 这个树感已经把庙全部包裹起来了 被选拔汉林院员树集市 成为首位出生台湾的汉林官员 好 上面给大家看一下 彰化线受保护的树木 相传曾维珍在金兰殿映时 皇帝看见他背后 占一名白发苍苍的老翁 但转眼就不见了 因此问到背后老翁何人 曾维珍奏臣并无带人上殿 只有戴侠福德正神香火吉 故考图平安 道光皇帝因而恍然大悟 原来刚才所见的老人就是 曾维珍故乡的福德正神 为了感念福德正神保佑国家人才 于是赤丰土地公围 与汉林同格 并搬给玉制乌纱官帽一顶 哦 不得不得不得 它是两颗连在一起的 据文德宫庙史记载 曾维珍任汉林院编修后 时时想念故乡 某年元宵节 他随皇帝暖假 观赏花灯 促井深情 不仅两肋纵横 道光皇帝询问何故流泪 曾维珍答疑 自幼有伯父母养育成人 想到伯父母年纪老迈 无辅观赏 因花灯盛景 其寝持官还乡 以奉养伯父母的晚年 道光皇帝虽然不允 曾维珍辞辞官归乡 但顾忌孝心 因而射封其伯父为文林郎 伯母为七贫辱人 并赐白沙坑地区 以文德宫为中心 于元宵期间 依照金城归母大迎花灯 以感念二人 养育曾维珍成人之恩 此为文德宫迎灯牌的由来 好了 看完了树包庙 现在又带大家来看 五湖临门神墓 它这个五湖临门神墓 它就位置呢 就在那个石岗区 石岗水坝的那个 石岩角 它是比较特别的 比较奇怪的 五种树生长在一起 然后它是以那个张树为中心 与相似树 蓝树 荣树 朴树 五种就是核抱在一起的 是有点奇怪 所以才叫神墓吗 我不能进去 这是已故的总统 蒋经国先生特地给他刺的名 叫做五湖临门神墓 走这边看一下 后来这个神墓的名气越来越大 大家都互相传播了 就引起大家的好奇心来一探究竟 它这个树为什么会长成这样 可能是因为台风天 网络上是这样说的 是因为台风天倒了之后 然后才这样长的 看吧 这两种树 光看到树皮就不一样 对吧 外面的是白的 里面的是比较粗糙的 我也不知道谁是 哦 这个有写了 这个叫阵容树 这五种树当中 朴树跟蓝树 它相继已经枯朽了 除了那个树感自然 那个衍生以外 然后地方的人用香蓝树 然后又把它补种进去了 补栽的 哦 我这个树看嘛 上面这是寄生的植物 这里被锯掉了 这个五福临门神木哈 它的年龄已经有百年之久了 它的年纪都已经上百年了 看吧 百年古树 需要十二位成年的男性才可以合力为报 在哪里啊 它可能说的是那一个啊 神木原名叫做土地公树 由于神木生长形状十分特异 然后再加上当地传说中这个土地公哈 就在就在这个地方哈 它显过神迹 就是显灵过嘛 然后也有一些奇异的一些传说 就让居民相信神木可以护就是护佑了 就是保佑我们了 所以呢 就在这个树下面建立了一座土地池 每逢初一十五啊 前来祭拜跟祈福 神木也围起那个栏杆啊 这些作为一种保护嘛 就是这五棵树哈 都是分别有跟它列牌子嘛 列牌子就是说 它叫什么名字啊 什么的 奇特的地方 还有巨木新长出来的枝干 有些呢 就向下延伸 有些呢 就是向上延伸嘛 就是千奇百怪的这样长 自然生长 然后有些是沿着地面再长 看到没有 非常有趣 非常神奇对吧 然后我现在这个季节来的话 一直都闻到桂花的香味 一直飘过来 然后前面有一个摊位 这是唯一的一个摊位 就是这座神庙 好香哦 这桂花香是从哪里来的 怎么这么香啊 不是那个桂花的香呢 好香哦 你们没有闻到 鸡盘的香水哦 香水也是花香 也是花香啊 哇 完全是 我就相信是真正的花香呢 你可以看看啊 你可以看看啊 哦 天哪 花香啊 是 我一直在找桂花树在哪里啊 桂花树就有桂花树吗 这里有桂花吗 没有哦 就是闻到桂花香啊 没没你的香水 我被你骗了 哎呀 我一直在找 你拿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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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喷的啦 你再喷的啦 我喷的这两个还有这一个啦 看那么多 对啊 五行五行的 确实很香啊 还买有卖咖啡 开日的香水 哦 确实这个香味跟那个天然的很像很像 但是我平时不喷香水啊 这个啦 平时 我刚刚就喷这些啦 嗯嗯嗯嗯 但是我平时我不喷香水啊 我很容易头痛 它没有化学成分在里面 都没有化学成分也没有定香气 所以很汉皮 我都不喷香水 我不喷香水 对啊 但是确实是很香啊 盖子就好了 因为你 你打开你就可以喷喷那个味道 喷盖子就好了 这个是啥 哦 这个这个不行 这个香味我不喜欢 你要注意 这个 但是就是我刚才 扑面而来的香味还不太一样呢 这个闻起来比较浓 我三种都扑 而且里面是好几种的植物性的 每一种味道都不一样 好几种 但是 还是刚才那个 那个那种自然的 比较花型的 我刚才喷而已 然后我就 就放这上 哦 对啊 对 好 谢谢 谢谢 太香了 而且那么自然的香味啊 原来是香水 不错 喜欢香水的就可以 确实那香味很诱人 但是我确实不喷香水 要不然就买一瓶了 好了 大家觉得这神木怎么样 反正你们就跟着我的脚步 就是环岛旅行 东看看西看看 其实台湾还有很多很多的景点了 还需要我们去探索 慢慢来 还有的是时间了 反正我就带着大家 我就成为大家的眼睛 带你们走遍台湾所有的角落 每一个角落 哦 这有桂花香 这里啦 这不是桂花 哦 桂花香 在神木的旁边 我发现了一颗千年人生 千年灵芝 好摸一下 长在这里 然后在神木的旁边 有一家神木土地层 应该是卖吃的 有机会来这里品尝一下 台湾是一座宝岛 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 值得我们去探索 去发现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哦 朋友们拜拜 拜拜